我是赵绍刚 欢迎你回到向小明报告的现场 特征组传出消息 说去扣资料 保全资料 本来侦查不公开 本来特征组应该非常隐秘的 结果居然都到了所有媒体的头条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底是特征组泄密 还是国发基金有人讲 因为去保全资料都很难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这个有关的新闻 特征组前一天到国发基金办公室 搬出宇创案资料 出招突然 那个人 那个八年 我们害怕到几点了 我们台湾不能斗退路 这个领导人的人格特质 跟他的道德操守 对我们台湾未来的前途发展 何等重要 这就为什么我们要追这件事情 国民党立委试图替宇创案加温 只是司法两面认 2007年满酒选举时 遭逢特别废案 一审无罪后 选前地检署上诉 激发蓝军投票 但宋楚瑜选前爆发新票案 成为选情 逆转关键 不管我们的经济思维经监会 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在抹黑蔡英文 蔡英文没有主动将 雨冲案送交特征组 以求自清 现在特征组主动侦办 让绿云逮到操作机会 大批司法破坏 接下来让特征组核实约谈蔡英文 或者核实公布调查报告 都陷入两难 并将成为牵连选情的关键 要求资料公开 却反对跨党派的调阅小组 既要求调查 可是又骂人家 说是司法介入是打手 特征组介入雨冲案 连负责检查官的身份 都不愿意公布 但侦查动作 已经掀起新一波政治风暴 蓝警咬蔡英文自肥 绿反批政治追杀 特征组出手 为雨冲案另辟 新战场 这是黄权讲的台北 采访报道 好 那么特征组出手 因为我刚讲 本来应该侦查不公开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搞得大家都知道 而且都在媒体的头条 那到底对这个样子 什么影响 因为以前民主党常常讲一句话 就是当选过关 落选背关 所以有时候是悲情的 其实我们看前阵的三只小株 就是某种悲情的显现 那这次又来了 上次是监察院 这次是特征组 那到底会怎样 那夏老师你觉得 我倒过来问 让大家想好了 特征组如果30天都不动 你觉得特征组受得了吗 那那个时候 盛智人他主动 移给特征组 这个是我们的建议嘛 然后那个花博的时候 也主动移给检掉 这是我们的建议 那蔡英文为什么不愿意主动 那这要问蔡英文 我也不用这个问题去问高家瑜 因为高家瑜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但是高家瑜如果不妨回去再问蔡英文 就是说如果 蓝营过去面对质疑的时候 是这样子处理 绿营能不能请你跟我一起做 或者过去绿营都要求大家出来 大家每次都很听话 马英九叫他出来讲 他又乖乖的出来讲 那今天大家只是清楚再讲一次 那你又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没有什么关系 清白的没有什么关系 就出来讲一遍就好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为什么不能够讲呢 就当这里面有一些选举策略 上面的思考 那今天当特征组 去动的时候 我同意主持人的讲法 就如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民调等等 大家绝大部分都还搞不清楚状况 就像苏嘉全的农色嘎方 那个农色还比较容易想象 因为他总是有一种很漂亮 农色在那地方 或者你今天看到就是说猛男秀 不管你觉得猛男秀也严不严重 他总是看到有些观感上面的问题 可是这个是完全是高来高去的 然后呢 其实有一些有些各说各话的空间 一般人要进来确实比较困难 但是从一个政治上面的 一个监督的角度来讲 不能够市值挑软的吃 挑那种老百姓容易懂的 有媒体宣传效果的 然后呢就下手 而真正重要的事情 反而把它放一边 特征组今天进来 这个时候进来 因为大家搞不清楚这些情况 当然更让绿营真正有词说 你看这就是司法迫害 就是请一党一国之日之力 全力的呢在追杀蔡英文 那个印象会加深 会使得绿营本身的内部的凝聚力更强 当然回过头来讲 会使得莱茵要扩充自己的板块 甚至于要去解释说 这不是我发动的 何等困难 因为基本上面 大部分的台湾的老百姓 如果他对于政治呢 有高度的兴趣的人 他总是相信 司法是可以操作的 所以今天你要去解释说 这都是完全是特征组自己的动作 马英九不可能去介入的 你讲给莱茵的听 莱茵都半信半疑了 何况你讲给绿营的听 这对马英九没什么好处啊 特征组说对马英九有什么好处 是没有好处啊 所以我说特征组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 真的是莱茵发动 那我怎么讲 莱茵是笨透了 你怎么可能说 在这个时候 你如果真的可以去操作特征组 让特征组在这个时候 去做这种 就是说意图已经开始展开 调查的动作 那特征组我相信 他必然的 他看到这种案子的时候 他总是要去 第一个保全证据 第二个 他要先了解一下状况 我不认为他在选前 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 一些的侦办的行动 他如果现在再去约谈 什么蔡英文何美月 或者搜索了 蛮绝不用选 我就宣布蛮绝 他当然有可能 那我们就只能够假定 特征组里面呢 有很多的就蓝蹄 绿苦甚至绿皮绿苦 但是我只能够回过头去 就帮特征组想 就说 真的吗 我请问高议员 如果现在特征组展开约谈 是不是马英九不用选 已经缺告蔡英文当选了 当然就是说 这个宇昌案到现在 其实真的是激起绿营的团结 就是说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 那另外一方面 对中间选民来讲 会觉得是负面的选战的手法 所以说 在民调方面 对马英九也是无力的 我们这边看 民进党反击 蔡英文说 刚刚说 金经典人不救经济 每天抹黑我 曾打手 那陈其麦说 宇昌根本是台湾版的水门案 然后张瑞雄说 这是奥博三部曲 特征组动作上不可思议 沦为选举斗争工具 选举抄斗争不耻 然后他们告 刘宜汝 蔡定宜 邱毅 林毅士 谢国良一起告了 一下告很多人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特征组现在 我现在变成特征组 现在是什么动作 反而牵动这个选情 我认为 其实大家明年年 大家一看都知道 特征组今天这个动作 其实我要很肯定的说 害了马英九 我以认为 一定害他嘛 对不对 因为民进党已经预告了 去告了 亦图死马英九不当选 亦图死人当选或不当选 结果就 跟到他的盘盘走 我这时候想起 以前陈定兰还在世的时候 马英九这时候去 明天到定解署去 按理申告 特征组 黄世民 带头 亦图死人当选 搞不好是一招 我记得 我记得陈定兰当法务部长 他接受我的咨询公开的 我就问他说 你们这个检调 什么时候介入侦查 他说有几个条件 大致分两大 一大例就是 有人检举 具名检举 第二个 我们的检察官 看媒体 他说我们看媒体报导 如果媒体报导的很大 我们主动介入 我们会主动介入 他有提到这个东西 另外提件事情 有一次有几个立委 少数几个 在总统府面对马银九的时候 就有立委提出来说 陈聪明早该换掉了 我们蓝营的人 很生气啊 什么之类的 他说我司法绝对不能介入 一个都不能介入 我零零被骂 我都不介入司法 马银九是这样子啊 私底下来讲 那时候立委只有几个 少数几个而已 他就这样子回答 公开这样讲 私底下来这样讲 所以清清楚楚 马银九不会接受司法 可是今天来这样的一招 真的是害了他 他不会接受司法 他身边的人会啊 他不会跟他身边的人会啊 没有人敢接受司法 没有人敢接受司法 但是不会接受司法 可以控告司法 这可以吧 我告你意图 说我不当局 你害我嘛 特征主意图 被立委骂成这样 不是被害了吗 马总统要告特征主 应该是酷手版的 我这样 以我对黄世民总长的 我当然不是说声交 当然长期观察 他这个人不是任何的 政治能够指使他人做的 我也是认为 他这个动作就是看到这个 他就进行动作 这他的职责啦 我觉得这本就应该了 而且我们也做出呼吁嘛 我曾遇到一位调查局 已经退休的高手 他说啊办案啊 重不得 轻不得 快不得 慢不得 他的经验 常天人交让我了解 但这个事啊 其实苏亚全也为龙涉风波 为门南秀出面道歉啊 蔡主席也为世子风波 为什么要出来 厉害关系啊 民调落后了 当然因为民调 凭守他不愿意 但是我这样讲 主动移送 以及主动解释 会对我们一位未来领导者 会有尊敬的 我觉得哪里在这里 对啦 不过这个事情 因为民调基本上还有一半人 还搞不清楚 所以这事情还可以发展 发展到最后怎么样 很难讲 我们继续他再回答 我们下一次就会发展到最后的事情 我们下一次就会发展到最后的事情